去年花莲车站重新启用之后 美化车站结合花莲的美景 吸引了更多的旅游人潮 每天车站的周边人潮不断 除了造成追查犯罪的困难 现在更有可能成为防疫的缺口 为此立法委员傅昆齐服务处 特别召集了相关单位进行会刊的工作 希望能够争取经费 建制车站内外的监视系统 强化车站内外的治安和防疫的工作 希望能够带给乡亲以及游客 搭车时候最安全的保障 建议花莲车站在108年9月 完成暂停改建以及重新启用之后 每逢联系假期 单日进出站的人数都屡创新高 略复昆齐服务处受理吴东森一言反应 除了辖区丰川派出所了解目前的状况 所长彭顺希表示 待班巡逻的时候发现车站周围的监视器并不多 很难追查犯罪嫌疑人搭火车逃逸的动向 而现在幼职防疫关键时刻 也难以追查 擅自离开家里的居家自主管理的去向 如果强化治安预防以及防疫工作就是重点 新装色16支 4支的太旧换新 您有没有其他的看法 基本上因为委员服务处 那经过委员的重视 所以之前我们上个礼拜就来做会刊前的会刊 那确实我们的陷阱局跟分局都有做出最准确的调整 那這些前站的六個新設鏡頭 四個臺灣鏡頭 跟後站的三個新設鏡頭 相信能夠補足 但是另一方面 要委請處長這邊 就是因為鐵路局 鐵路分局裡面的監視器 是不是有系統要臺灣的 還有它的鏡頭足不足夠 這些縣級 你們就沒有辦法去了解 沒問題 那個站內的問題 等一下我們會看 我也會讓你們一起進去會看 大家集市廣益 然後前者是在我們 那個鐵路警察局 還有我們鐵路局的管理 站內的部分 我不會要求你們怎麼樣 提供太多的意見 但是怎麼該不該裝設 等一下我們有鐵路分局 還有分數所會提供 六月福貫傑表示 2月就職立法委員之後 就爭取參加交通委員會 而強化花檸車站周邊治安 以及房業的工作 也是必須為鄉親立即扮演的工作 非常感謝台鐵鐵路警察局 及花蓮縣警察局的配合 希望藉由徽康行程共識 大家一起來努力 提供花蓮鄉親外來遊客 最大的安全保障 記得請歡迎歡迎收看 請多多多多多大